大家好,現在要來說明SD-WAN的功能 SD-WAN是歸納在我們VPN設定中的功能項中 那SD-WAN可以用於點對點的環境 用多點去同時連線來達到加大頻寬的效果 那它要兩邊都是我們重置的設備 來建立IPsec tunnel來達到增加效果 那SD-WAN必須是IPsec tunnel去搭配MPLS或是IP tunnel來建立 IP tunnel或MPLS需要建立在出口線路中 讓兩者去配合建立SD-WAN SD-WAN的功能項中有比重可以設定 管理者可以依照需求去配置它的比重 那它比重的配置它會去走的方式是像這樣 例如我有三條線路 我線路A配置成1的比重 線路B配置成2 線路C配置成3 那風貓走的順序會是第一個會先走A 第二第三個會先走B 那四五六就會往C走 那走完了之後再回去走A 然後就以此類推 那我們要完成SD-WAN的設定的話 有一些前置做AP需要先做 第一點就是要先設定好IP tunnel或是MPLS 設定條例等等 然後來確定這條線路是通的 那後續也要把這個名片的通道給建立在出口線路上 第二點就是設定IPsec和tunnel 那這兩者都完成了之後就可以開始來建立SD-WAN跟SD-WAN的條例 好嗎 好嗎 我們來看看 阿玉 我先就先走在這裡 好嗎 好嗎 好 好嗎